中国商报中国商网记者,周子一近日,29款酱油不符合国标、海天、李锦静商黑帮等关键词,赫然出现在各大社交媒体的显著位置。 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酱油这一小调味片一月成为大IP。 10月16日,福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李锦静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锦静对江苏肖宝尾发布的酱油比较试验报告结果进行了正面回应,酱油事件持续发酵。 据海天对外发布的公告显示,按照NERV公式可计算出该瓶生抽蛋白质,NERV等于0.90测蛋白质含量除以60NERV,参考值100%等于1.5%,而公司在该瓶生抽标签中把蛋白质,NERV减标至1%,因为标示值低于计算值,所以被点了名。 实际上,蛋白质是对健康有利益的营养成分,蛋白质NERV是一个营养参考值,标签上的标示值低于计算值,并不构成产品品质问题,更不是食品安全问题。 因此,对于海天的产品,消费者完全可以放心使用,而李锦静的回应更是公开交把将苏肖宝尾,李锦静发给中国商报记者的公告显示。 早在2017年9月17日,李锦静就曾收到将苏肖宝尾信息,告知在其所做的一项比较事业中。 其中的一份抽检量品,2016年12月5日生产的李锦静锦真生抽500毫升,那含量检测数值不符合相关标准,李锦静对此次检量结果有意义,立即多次沟通将苏肖宝尾,要求对抽检量品进行复浅。 但将苏肖宝尾并未同意,李锦静希望能带部分抽样样品例行检查,并且回公司进行内部分析,也并未得到允许。 2017年9月26日,李锦静将抽样样品,2016年12月5日生产的李锦静锦真生抽500毫升的同批产品流,让送到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纳含量是合格的,李锦静最将这一检验结果,反馈,给江苏肖宝尾,希望能够运行复检。 但并未得到同意,后来李锦静多次沟通,希望按照国家规定的抽检流程进行复检。 但一直未过,从两个企业的生命可见,两个企业坚持自己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 此外,李锦静甚至指出,江苏肖宝尾对于企业要求复查时曾多次推诿,不予支持。 对此,科兴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钟凯,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这个问题是肖宝尾声称有问题,他们不是监管执法部门,也不是标准解释部门,他们只能是声称企业有问题。 此外,从企业的恢复可见,即使市场总局都不敢拒绝附件为生物除外,肖宝尾拒绝企业的附件要求有点太自以为是了。 而关于之前江苏肖宝尾提出的多款酱油的问题,记者察觉公告获悉,报告提到的检测结果是120款酱油,中有29个氧品,存在不符合国家相应国家标准的情况。 主要集中在标签标志,营养成分标注明示和品质指标方面,而两大巨头海天和李锦记都是在标志方面不符合要求。 具体而言,海天2017年1月13日生产的三级生抽酱油营养成分表标志内容中蛋白质NRF值计算有物,不符合TB28050中复录A3的要求。 李锦记2016年12月5日生产的三级锦针生抽那的实测值为8748.75mg100毫升,高于国家标准的上限7536毫克每100毫升。 对于标签标志和营养成分标注的错误,公告显示,酱油的标签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生产企业,对消费者做出的一种承诺或品质保障,也是消费者能从包装上明示的信息中分辨酱油优劣的唯一途径。 因此消费者如果知道了如何识别标签标志内容里的信息,就可以明白消费,慢到适合自己的酱油,营养标签的内容是否正确反映食品真实品质。 但白质,脂肪,那等核心营养素的含量是否与标签明示的一致,以及产品能提供的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对消费者的使用量有指导作用。 对此,中开表示,开天,李锦记两家企业的问题,很可能是莫须有的,其他品牌的问题最多也就涉及商业诚信,几乎不可能带来健康危害,最多是质量等级问题,跟安全性无关。 此外,公告中还提到了酱油增鲜剂的问题,公告显示,目前市场销售的酱油产品很多都添加了古阿酸纳、乌、鸡肝酸二纳和乌、鸟肝酸二纳等增鲜剂。 由于中国目前并不限制增鲜剂在酱油中的使用,120个酱油样品中,仅有34个样品没有添加增鲜剂,素账比率不足30%, 对此,中开表示,增鲜剂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剂,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对人体不会有危害,所谓的过量食用危害健康的情况也基本不存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